第四十九集 这林孝兄弟与我乃是忘年之交 而且他出身神秘 背后有个强大的师父 来齐玄武府只是为了历练本心罢了 那云秦王就算出的东西再好 再好的功法也未必入得了林明的眼 而且 殿下 你可还记得 一个月前 我曾经让殿下帮忙救一个朋友 他在历秋日 也就是齐玄武府入学考核的当天 被人陷害 陷阙入狱 什么 老师 难道你让我帮的那个人 就是林明 是的 他就是林明 虽然 我跟林小兄弟接触不多 但却能感觉得到 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虽然那次就算太子殿下的帮忙不算什么 不过林明应该会记下这份恩情 虽然殿下 虽然殿下未必能拉拢到他 但至少他不会投入云亲王的会下和殿下作对 是吗 那可真是意外之喜呀 太子面有喜色 当今皇上的身体虽然越来越不如以前了 但在各种珍奇药物和武道医师的条理下活个五六年甚至七八年时间也都不成问题 而这么长的时间已经足够一个天才成长起来 天运国虽然宁脉期的武者不算少 但是大多数聚集在七玄武府 其余受朝廷封决的基本都在军方 能为各皇子所用的少之又少 毕竟很少有人会来蹚皇位更替的浑水 一旦压错了宝 那可是万劫不复啊 杨林的身边 不算木役 只有一个宁脉期的武者已经五十多岁了 而反观七玄武府 光是林森修为炼体四重巅峰 他的真正战力就已经接近宁脉期了 再给他几年时间那还了得 而这林明保不准就成为下一个林森 何况林明还带着七玄武府几十年一遇的天才的名头 若是他加入哪一方都会让哪一方威势更增一步 所以这次对林明的争夺 看似是一件小事 其实意义重大 就在这时 杨林的眼前亮起了一团赤红色的火焰 赤金加急的穿音符 殿下 林明成绩已出 排名六十二 什么 杨林当场站了起来 六十二 作为太子 他当然知道第二次考核就拿到六十二名所代表的含义 即便是林森也万万不吉啊 林森已经是一个变态了 以炼体四重的修为却隐隐有着接近宁脉气的实力 而这个林明若是更变态 那还了得吗 他当场拿出一个传音符燃掉 虽然明知道紫山等人不可能弄错 但他还是要确认一遍 怎么了 传音符是直接把声音传入接受者的脑海 穆义听不到 杨林深吸了一口气说道 老师 这林明的成绩 排到了六十二 什么 六十二 穆义也是微微呆了一下 玄机又释然了 也是啊 既然是那位大能选的徒弟 又怎么可能是池中之物啊 林森 拓苦等人 在天运国虽然是一等一的天才 但是若是跟大宗门神秘高人的亲传弟子相比 那差得远 林明第二次考核 排名六十二 不夸张 穆义自从认为林明背后有个超级师傅之后 对林明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都有出奇好的接受能力 就算林明再过几个月 把林森给干下来了 穆义最多也就是惊讶一下 然后便会认为 这是正常的 在杨林接到传音符的同时 石皇子也接到了手下的传音符 本来石皇子并没有太过在意林明的实力 他手下的高手比太子的多得多呀 他在意的是林明的影响力 林明在天运城武者圈子里造成的轰动不小 那是七弦无辅几十年一遇的天才 这等人物加入自己的麾下 无疑会让他的部下士气大振 甚至有更多保持观望态度的人 因此而加入自己麾下 所以他才会付出大代价来拉拢林明 可是现在他接到了手下的传音符后 石皇子的脸色陡然变了 进入七弦无辅一个月 第二次考核修为出入炼体三重 排名时成绩六十二 这个排名完全秒杀林森呢 七弦无辅百年来从未有过的记录 以炼体三重巅峰的修为 几身七弦无辅天之府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 而且就算进去了 也是排名七十名左右的垫底 可林明却排到了六十二 而且修为更低了半阶 这简直是妖孽啊 林明极有可能成为一个超过零森的高手 抛开他这个成绩 在舞者中带来的巨大影响力不谈 光是他的战斗力就让石皇子心惊肉跳 别忘了他现在才十五岁 修为才出入炼体三重 有着极大的提高空间 天助我也 七弦无辅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加入我的麾下 天运城的舞者听到这个消息 都会因此而动摇 来人 殿下 有什么吩咐立刻准备五万两黄金 珠宝两箱 十六岁以下绝次少女十二人 奴仆百人 在春园山庄候着 另外把春园山庄那五百亩良田的地气 都准备好 那手下听得暗暗心惊啊 这样的赏赐可不得了啊 这是给谁啊 送去一个庄子 还搭上五万两黄金两箱珠宝 拉拢一个将军也就不过如此吧 十皇子 胸有成竹 事实上 这些赏赐还是次要的 最让他有把握的是那一套人间中品秘籍 是他在洗劫一个世家之后得到的 他凭借这个东西 拉拢了不少舞者 杨林啊杨林 你又要输我一招了 你能拿出的那些东西还不如我的十分之一 我看你怎么跟我争 等到你全面被我压制的时候 我不用等到那个老家伙归西 我就会动手 我打你个措手不及 这皇位 注定是我的 十皇子下意识的抓了抓手掌 仿佛要将所有的一切掌控在手中 万沙镇方石广场 朱颜眯起眼睛望着林明 一句话都没有说 他的脸色已经恢复正常 但是微微眯起的目光中却带着冰冷的寒意 林明漠然的与朱颜对视 他们迟早有兵戎相见的一天 只不过朱颜一定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如此之快 蓝云月就站在竹林的角落 六神无主的望着那排名时 望着林明和朱颜的对峙 他完全迷茫了 怎么会这样 许多人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这时负责万沙镇的指示突然开口说道 林明 恭喜你得到了万沙镇62名 按照吴府的规定 凡是进入前80名的弟子 便有资格向天之府的任何一名弟子挑战 赢了便可以进入天之府 成为天之府的一员 而输者则会被淘汰出天之府 进入地之堂 七玄五府的天之府定源为72人 这72人是按照战斗力排的 而并非万沙镇的排名 排名时尚的排名 虽然能基本反映个人实力 但是还是有少许出入 有的时候一些特定的职业 比如刺客 并不擅长在万沙镇中冲杀 但是真正杀起人来 他们却常常能杀死排名超过自己的对手 所以七玄五府规定 凡是进入排名时前80名的弟子 便可以获得挑战天之府弟子的资格 一般来说 这种挑战都会挑天之府排名最差的人 林明看了一眼排名时 在排名时上 天之府弟子的名字会比地之堂的稍大 所以一眼便能看出来 天之府排名最靠后的那个人 名叫白荣荣 是个19岁的女孩子 排名75 天之府的女孩子并不多 这白荣荣 四品下等天赋 进入七玄五府四年 在上个月才勉勉强强挤进了天之府 现在才刚一个月 位置都没坐热呢 却眼看着就要被挤下去了 白荣荣正好在场 她可怜巴巴的看着林明的目光 落在排名时上 心里知道 完了 这次彻底没戏了 62名啊 还是四炷香的时间 一口气杀过来的 自己就算两个家起来 估计也是弄不过这牲口啊 得了 象征性的打一打 不行就老老实实认输吧 希望这个强盗变态的家伙 能手下留情 别出招太狠 白荣荣很有自知之明 她已经认命了 在场不少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白荣荣身上 他们都预料到 这个白荣荣要输了 要说女孩子呀 还是能博得同情的 尤其这个白荣荣 平时那是勤勤恳恳 若是这次遭殃的是一个 嚣张的小子 恐怕多数人心里都会是 幸灾乐祸的感觉 选好了吗 直视问道 嗯 选好了 不过 我有一个问题 挑战时间方面 有什么限制吗 挑战时间自己定 不过最好在一个月内 因为若是排名调出 80名后还未挑战的话 那么就丧失了挑战资格 哦 这样啊 谢谢知识师兄 你选好了吗 我需要把名字报告给负责天之府的长老 嗯 我选好了 时间定在一个月后 至于人选 林明转头 枪尖对着一个眯起眼睛的男子 微微一指 一字一顿的说道 我选朱颜 朱颜 所有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是呆住了 那个叫白蓉蓉的女孩 更是满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整个方式广场 前所未有的寂静 这林明选的 竟然是朱颜 不少人起初以为听差了 可是看林明的枪尖 分明指在了朱颜的身上 挑衅呢 以枪尖指人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排名三十二的朱颜 这林明真是鱼不惊人 死不休啊 这个林明 真的疯了 慕容子嘴唇抽动 喃喃自语 不 不对 是我疯了 这林明一路发疯 一路创造奇迹 他要是再不疯 哎呦 我就疯了 白景云也是惊叹不已 这林明好魄力啊 他是准备一个月超过朱颜 从六十二到三十二 要知道排名越往上 前进的难度就越大 从一百六十二到一百三十二 并不难 可是从六十二到三十二 难度增加多少倍啊 当初自己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才从六十五名前进到二十六名 这个前进听起来不小 实际上有限的很 因为这一年时间排在白景云前面的 五府弟子毕业走了二十人 也就是说白景云实际前进 只有十九名而已 哎呦 这下有意思了 哎呦 今儿没白来啊 这个林明似乎跟朱颜有仇啊 要不然怎么会这么针对 确实关系不怎么样 我感觉到刚才朱颜身上一瞬间爆发出了杀气 但是却又刹那间隐秘了下来 林明用枪尖指着朱颜 本身就是一种挑衅了 林森应声道 虽然朱颜的杀气瞬间收敛 极不明显 但是林森在战场上作战多年 又有修罗武艺 对杀气极为敏感 这朱颜可是个害人啊 虽然是世家出身 但却依旧能够沉献心来努力修炼 实力很强啊 而且这个人野心不小啊 将来说不定要在朝野中翻云覆雨啊 连我都对这个家伙留了几分注意 这次林明针对朱颜 哎呦 有的看了 唾苦兴奋的舔了舔嘴唇 他在杨武的麾下 日后很可能从军啊 未必就不会卷入到这些斗争当中 一个月后到底结果如何 没人敢说 若是在以前 人们会说林明这是自不量力 可是现在林明一再的创造奇迹 再也没有人敢轻视林明一分一毫 嗯 什么 林明要挑战朱颜 而且是枪尖直指 他莫非和朱颜有什么过节吗 在东宫 太子第一时间得到了林明挑战朱颜的消息 知名道姓的挑战 而且是枪尖直指 确实不同寻常啊 两人之间应该发生过一些事情啊 沐易也跟着说道 若是真的有仇 那么我胜算又大了一分 这朱颜算起来是十弟的表弟啊 朱家已经与十弟连在了一起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只是不知道林明与朱颜有什么过节 看来我的情报有点疏漏啊 林明和蓝云月的事儿除了林小冬等人很少有人知道 而太子手下搜集的情报主要是关于林明的出身和父母的情况 不可能巨细无疑 云秦王手中的茶杯直接被捏得粉碎 他刚才与太子几乎同一时间收到传音符 点名挑战 枪尖直指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 若是没仇林明怎么会跳过这么多人直接找朱颜呢 这个朱颜 真是给我找麻烦 十皇子两道剑煤拧在了一起 朱颜属于他母亲一方的人算是外戚 一般来说 无论是皇子还是皇帝 他们大都会有意无意的排斥外戚 自古以来外戚当权的事情太常见了 皇后或者皇太后自然偏向娘家人 重用外戚便会导致外戚势大 而一旦外戚的势力膨胀起来 往往拉派结党 飞横跋扈 权倾朝野 甚至还会出现谋反外戚夺权的情况 可能有听友不知道什么叫外戚 外戚呢 就是皇后的这些亲戚 或者是贵妃的一些亲戚 比较著名的比如三国时期大将军何晋 就是那杀猪的何晋 成了大将军了 他就是外戚 后来为什么让皇上伙同太监把何晋给杀了呢 其原因就是因为外戚专权 这个你有兴趣可以听一听袁阔成老先生的三国演义 云亲王如今是夺位的关键时期 多一个助力自然是好 而朱炎也算是人才 云亲王自然愿意把其收入麾下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会拿朱炎当亲信 尤其是在朱炎还是一个有野心的人的情况下 传下去 让朱炎今晚来见我 石皇子还存着询问朱炎两人愁戏的原因 让朱炎与林明化敌为友的心思 在朱炎回到住处之后 一团火焰在朱炎面前燃烧 是石皇子杨振送来的传音符 让他晚上到亲王府 朱炎听得出石皇子的声音很不满 朱炎当然知道石皇子见他是为了什么 当林明公然挑战他的那一刻 探子必定将场中的情况报告给了石皇子 拉鲁林明 真是一响天开呀 朱炎一伸手将那上在燃烧的传音符抓成灰烬 石皇子还未说完的话也变没了声音 石皇子还未说完的话戛然而至 朱炎给自己倒上了一杯酒 仰头喝下 他的目光从平静变得森冷 还有一个月 你们难道都以为林明已经赢了 林明回到住处后也收到了传音符 同时来自石皇子和当朝太子两方势力 其中太子的那一份赫然来自木役 就好看来自木役的传音符 也好看来自木役的传音符